你这个送外卖的 眼睛瞎啊 像你这种吓的人 就是天打 整天像个苍蝇一样 懵懵转 我看见都恶心 屁 对不起 对不起 喂 您好 你还欣赐这电话 刚才把我鞋踩脏了 擦干净 等一下 这位女士 你有点太过分了吧 你谁啊 都拿耗子多管闲事 这每个人啊 都不容易 要学会尊重别人 不要把自己的路网走死了 看穿的人模狗样的 少在这给我多管闲事 喂 张秘书 好好好 我马上就到 这位美女 我劝你一句话 得饶人处 且饶人 刚才这位小兄弟也不是故意的 我带他向你道歉 对不起 我告诉你们 今天这个事跟你们没完 回头收拾你们 兄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大哥 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啊 我这还要送外卖呢 我就先走了 哎 兄弟 你等一下 都这个点了 我看你也没吃饭吧 我楼上食堂 正好有饭 你跟我去吃一口吧 大哥 不用了 你刚才替我解围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那行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兄弟 你要记住 不管现实都黑暗 你都要相信自己 那些啊 只是凌云钱 短暂的黑暗 虽然生活很苦 但是我们一定要微笑前行 加油 来 喂 专门主 喂 王总 面试的人已经到了 好好 我马上到 你让他等一下 您是 宝 宝总 坐 是不是觉得很意外啊 宝总 刚才的事都是误会 非常荣幸来到各公司面试 这是我的简历 我叫小白 哈佛大学毕业 双硕士学位 那你知道我们公司 用人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吗 像我这种学历嘛 在你们这种小城市呀 可以算得上是难得的人才 学历固然重要 但是我觉得 你身上缺少一样东西 你觉得我缺什么 缺点人样 你 你啊 你什么你啊 我这里妙小 容不下你这顿大福 慢走 不错 你我不敢用来 此作词 看af刘 依贝 十二 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